那接下來的講座時間是由台灣大學心理系的梁耕誠老師為我們講解 歡迎梁老師 這個王主任還有這個 那個閻老師 這個非常謝謝大家就說撐到最後來參加這個有關於科技部的這個 這個新資科學然後影像的政見計畫說明 那其實這個才是整個活動裡面很關鍵的一件事情 剛剛有老師跟我講說其實這個應該一開始就講 那大家會比較有概念 就是說到底這個在幹什麼 那我先講很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科技部 他人文師在推動這個新資科學毛影上研究的這個原型 那其實最早的時候是我們在進行這個後卓院計畫的時候 那在結束以後 這個科技部辦了一個這個成果的檢討 那問就是說這個後卓院計畫以後就沒有了 那有沒有什麼事情需要科技部幫這個人文社會科學做的 那當時這個計畫的主持人 就以故的這個鄭章林鄭老師他就提出來說 過去人文社會科學很少用到重大儀器 但是未來的發展是會依賴某些重大的儀器 而這些重大的儀器不是一個戲儀甚至一個學校 能夠負擔的起來 那所以他希望就是說 這個科技部能夠幫大家去設置這些儀器 然後提供給大家這個使用這些儀器的機會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提議 就原先我們其實在進行這個後卓院計畫的時候 已經在用這些儀器 但是當時就是說我們都要到醫院去用 去向醫院借 或者是跟這個醫療院所就說 他們share他們的這個儀器 那你也知道醫療院所常常他們都是白天要做病人 然後通常他會把晚上或是週末的時間給你 然後你可以拿來做研究 但是你也知道我們如果要找subject的話 那這個晚上subject很難找得到 然後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這個subject休息 然後這個做研究的人也希望要休息 所以這個時間上面的調配大家都很辛苦 那後來這個科技部接受了這樣的建議 你就在這個幾個學校裡面設置了三部MRI 那以及呢這個一部的MVG 那希望提供給人文社會科學的人 能夠從事這個腦影像的研究 那事實上呢這個科技部的人文師呢 也設置了一個心智科學腦研究的推動網 然後他有一個網址 然後裡面呢 所有這三個學校裡面所有的資料呢 都在上面 那很明顯的就是說 科技部他希望透過這樣的一些儀器的設置 以及這個腦研究推動網的這個設立呢 能夠促進了這個跨領域的合作 那希望能夠整合這個人文社會科學 以及這個科技術的這個理論跟研究 然後一起共同來努力呢 研究這個人類心智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就希望就是說 我們能夠把過去有關於人腦的知識 跟這個人文社會科學裡面 對於人類心智的很多的這個想法 能夠聯繫起來 那希望能夠對人類的這個心智 這個號稱是人類最後一個還沒有征服的領域呢 能夠有更多的了解 那所以我們的目標 就在跨越這個心智跟腦之間的鴻溝 那事實上 想要做這樣的跨越的 是很早很早以前就開始了 大概就是說 從這個心源開始的時候 有了大家對於這個心智的了解 或是對於身體運作的了解 大家就很想把這個東西連起來 那但是一直沒有很成功 有各種不同的理論 那到了1985 大概是80到90中間 有一次這個 拿了諾貝爾獎的一個神經科學家 叫Eric Kandel 他在這個神經科學年會裡面講說 到了20世紀末 這個Mind Science跟這個Neuroscience 他有一個第二次的這個Encounter 他說這兩個情人曾經分手過一次 那他沒有明講 那事實上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行為主義 行為主義不喜歡研究腦袋 他認為說那個東西是個黑箱 那現在這兩個東西又再度碰手的時候 就是說有一些很關鍵的因素 使得他們覺得彼此是可以互相的幫助的 那我這裡很簡單的列了幾個 第一個神經系統突然可以影響行為 這是多數生物學的人的觀念 但是行為也可以影響神經系統 那神經系統影響行為 我們可以舉一些藥物的例子 譬如說百優簡 它可以治療憂鬱症 那或者是你這個 你經常花時間在充裕的環境裡面 你的這個腦部的皮質會增厚 然後腦部的細胞發育良好 然後如果說你從小接受雙語教育的話 那你腦部的對語言有反應的位置 跟那種長大了以後才接受雙語教育的人 是很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那這種我們叫做神經的可塑性 並不是只有你在 譬如說幼年的時候有 那事實上你可以一直到維持到老年 就整個人腦它是一個硬體 也是一個軟體 所以你外界的社會環境以及文化的氛圍 你絕對會影響到你腦部的運作 甚至會影響到腦部的結構 那事實上有一個更有趣的概念 是最近開始大家慢慢在討論的是什麼 就是前一陣子大家也許看到新聞 說我們的腸胃有很多的這種活動 還有一些神經的這種東西 它會 feedback 回到我們的腦部去 甚至很可能是 Parkinson disease 或是其他的一些腦部疾病的起因 那你想想看 就說不同的這個文化底下 他們吃的東西很不一樣 存活在他們腸胃到裡面的那些細菌 或者是那些相關的生物體可能也不一樣 於是他們的腸胃的這個活動 可能在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文化之下會很不相同 然後這個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腦部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那同時這個過去雖然有人想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很少真正去研究 但是腦影像技術跟腦刺激技術 它的發展就使得我們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由於這樣的一個腦跟心智之間的這個聯繫 變得越來越密切 所以我們在這個心的世界裡面 我們其實研究這個心與腦的這個關係 我們可以第一個就是擴充人類心智研究的取向 我們不再就是說用一些過去比較堅持的行為 或者是認知的方法 然後或者是一些理論的建構 那我們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策略 然後我們也需要依賴不同領域的合作 然後我們對於這個人跟群體還有環境之間的關係 我們其實可以透過腦部的活動把它整個整合起來 那這樣的話 整個人類的心智研究的內涵就會被大幅度的擴充 那我們不僅研究認知 我們也研究情緒 那最近更是大家最有興趣的就是說 人類的這個意圖跟意識這些東西 那我們不但研究共通的人質 我們也開始注意到這個個別的差異 那所有這些研究 我們都希望把文化思維跟生物機制把它整合起來 那透過這樣的整合 我們可以去生物人類心智研究裡面幾千年以來 一直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三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mine and body the problem 就是說這個身體跟心靈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這個nature跟neutral的問題 就是說先天跟後天的爭議到底要怎麼解決 還有一個就是說我們的這個身體結構 跟我們的這個心智功能之間的運作有怎麼樣的對應 是怎麼樣對應 到底是一個disputed system還是一個localized system 那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科技部非常了解 就是說你光設了儀器 然後你不給錢 是沒有人會去做研究的 因為那些儀器 每個儀器就是說你要使用它 你都需要有相當的經費 那所以呢 他在儀器三個中心 就是說建置大致完成的時候 他就推動了第一期的 心智科學老影像研究計畫 那他主要的目的 是鼓勵人文社會科學的人去使用mr 因為那時候mg還沒弄好 那進行相關議題的研究 那希望呢把這一些腦部造影的儀器 他能夠在這個人文社會科學的群體中間 去推廣讓大家來研究這個心智活動 那當時設置的幾個主題 其實這些主題非常非常的廣泛 那事實上等於沒有主題一樣 但是科技部說你要有一個特別的計畫 你一定要給我一些主題 那如果說你設任何範圍很小的主題 都會被認為說是保鏢 那所以我當時設的主題 第一個就是表徵的對應 就是說這外界的環境 以及我們的心理狀態 怎麼樣跟腦部之間有對應 第二個是individual difference 那不一定是individual difference 就是difference 就不管是文化的差異 個別的差異 或是社會的差異 或是其他任何的差異 我們都可以研究 那第三個 我們希望知道經驗有什麼影響 那不管你是運動的經驗 教育的經驗 或是其他各方面的經驗 甚至社會經驗等等的 怎麼樣影響到我們的心智運作 然後它怎麼樣反映在腦部上面 然後最後一個 我們是希望看到這個發展的歷程 那這四個重要的主題 大概涵蓋了多數心智研究裡面的這個範圍 那當時這個科技部 本來是說這種特殊的計畫 都必須要是整合型計畫 那但是呢 因為考慮到就是說 這些使用的人 也許剛剛踏入這個領域 那很難形成整合 所以呢 當時是容許個別型計畫 跟整合型計畫 同時都接受 然後呢 他非常鼓勵 就組成一些跨領域的團隊 來參與這樣的計畫 好 那 這個第一期的這個 心智科學老影像計畫 一共推動了三年 就是說每年就是徵求一次 每年徵求一次 然後每年的徵求 他最常可以做到三年 好 那他一共核准了七十三個計畫 那其中整合型計畫 一共有四組 那四組裡面各有幾件計畫 所以一共有十四件計畫 那這個 一年期的計畫 就是說容許你做一年的 大概百分之二十一下 那兩年期計畫是最多的 就是說佔一半以上 然後三年期的計畫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獲得計畫 申請 獲得計畫 申請的人其實非常廣泛 那獲得計畫的最多的還是心理學 那因為心理學 他們的準備比較好 他們過去就僅有這一方面的知識 然後就說他們 就說比較容易進到這個領域去 那他申請的人大概佔三分之一 獲得補助的大概有百分之四十四 那其實是工程及生物醫學背景的 那他們大概申請的人佔四分之一 獲得大概也是四分之多錢 那獲得補助的議題 最多的還是當時還是臨床的議題 譬如說成癮、注意力缺陷跟過動這些議題 然後情緒跟決策相關的議題 還有語文認知、注意力跟知覺意識 音樂跟藝術、教育跟體育 還有有一些是純粹研究神經結構 還有一些是研究這個好影像的功能方法跟技術的 然後在第一屆的成果報告 當時是104年11月14號到15號 在台大的生醫工程館舉行的 那就是第一期、第一年的計畫 到了104年的時候 就必須要提出一個成果報告 那在第一期的計畫快要結束的時候 科技部就考慮到 因為這個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人來講 是一個新的一期 那也許還沒有那麼廣泛能夠達到目標 然後他就繼續推動了第二期 那當時會推動第二期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考慮到這些能夠審核這些計畫的人 其實在各領域裡面 他其實相當有限 那還不如把它集中起來 那如果說你回歸到哪一個學門裡面去的話 那學門裡面要找審查這些計畫的人 其實是有些困難的 那同時呢 因為這個學術氛圍的關係 也許大家對於這個腦部的研究不是那麼熟悉 那對他陌生 那對陌生的東西大家通常比較排斥 那所以也許就是說 放到各個學門裡面去 不是那麼有利 所以就繼續推動了第二個階段的 心智科學勞印象計畫 那但是這個人文師有點堅持 就非常堅持 他說第二期的東西不能夠跟第一期完全一樣 就是說你們隨便你們散彈打鳥 就是說隨便你們做什麼 他希望就是說朝向一個有規劃的方向 那他是希望建立國內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在探討這個腦部功能上面 要建立一些特色 那所以呢 第二期的目標 就是想要藉助這個心智的研究 來融合這個文化的影響以及腦部運作 這兩個在這個光圖上面似乎是兩個極端的東西 一邊是非常非常的這個人文社會的 然後另外一邊呢是比較偏重生意的 就好像說在台大心理系裡面 要藍根城跟黃光國站在同一個屋頂底下一期 就說吃飯喝酒一樣 所以呢 鼓勵這個人文社會科學的人 他去探討這個社會跟文化陌落 怎麼樣調節這個心智跟大腦之間的活動 那之所以會定這樣的主題 最主要的是我們確實是意識到 就好像本土心理學或者是人文 這些一些文化心理學人所講的 就是說華人的這個文化 它在一些結構或者是這個傳統上面 有一些異於西方的地方 然後心智運作呢 它的特性呢 它會受到這個文化的左右呢 這個在文獻裡面就是已經很明顯了 那這種獨特的心智運作模式 會不會影響到腦部的這個網路以及功能 那當然對於研究這樣的題目 我們沒有設定任何主觀先入為主的見解 說一定要發現腦部運作不一樣 如果發現腦部運作一樣也同樣的很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社會文化的氛圍 它需要透過個人的詮釋來影響這個心智行為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在性格上面 我們的這個某些的特質跟西方人比較有相異的也有相同的 那我們想要知道就說不同的個人特質 如何在腦功能上面能夠就說顯現出來 那所以有鑑於此我們第二階段的這個研究主題 我們就把它設定為在社會文化與個人特質這樣的沒落之下 我們探討心智運作跟腦功能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研究來發展台灣這個心智科學老影像的研究特色 事實上這句話是大家未來在要寫計畫的時候要放在心上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說你能夠扣緊這樣的一個主題去寫你的計畫的話 那你比較容易符合這個計畫增見的要求 那這邊有一些例子我就不詳細講的 原因是過去在國外也看到就是說 這個腦部的結構或者是腦部的運作 它跟這個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那文化一個很主要的在體就是語言 那我們會發現就是說你早期學兩種外語 就是說學著母語跟外語跟你後來學母語跟外語 你腦部的這個興奮的區域會是不相同的 那同樣的就是說如果你使用不同的語言 譬如說像英文 它在發音的這個過程裡面 它是比較不是那麼透明的 而像義大利文它在發音的過程裡面 就是說它看字母就可以讀音是比較透明的 那像這樣的這個不同的這個發音規則 我們也發現就是說在腦部的運作的時候 它有不一樣的狀況 那我們就很容易會想到就是說 那中文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那這邊過去有一些人研究英文跟日語 那大家都知道英文R跟L這兩個音 它是可以很清楚的分辨 但是日語它是分不清楚的 然後這樣的差異它其實跟腦部的活動 是有很高的相關 那這一群藍色的人是這個Japanese speaker 紅色的這個是English speaker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它的這個腦部的這個活動呢 它跟他們能不能夠分清楚這個東西呢 有極高的相關 那如果你說這個是先天的 那你就罷了 但是事實上這個受到經驗的影響 那這邊是我們心理系 曹鋒敏曹老師 從前在美國做的一個研究 那他是發現就是說 當嬰兒就說在六到八個月的時候 這個華人的小孩還可以分辨這些聲音 但是呢這個美國的小孩呢 就變得很差 然後他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美國的小孩呢 他在這個某一段時間裡面 他呢找一個人每週呢 去跟他有一段時間 兩個小時來三個小時 跟他講這個中文 講國語叫Mandarin 那不管他聽不聽得懂 就是對著他講國語 然後呢經過幾個月的時間 然後再去測試的話 你就會發現呢 那些有被這樣exposed的外國小孩呢 他跟華人的小孩一樣 他是可以分清楚支持思維 然後呢那些沒有被exposed的 就分不清楚 那或者是他有被exposed 但是呢那個exposed的那個對象呢 不是一個活的人 不是直接對人家講話 而是用錄音帶的方式 用這個留聲機去錄音 然後放給他聽 放給他聽完全沒有效 完全沒有效 事實上不僅僅是人是這樣 因為我是學生物學的 那個小鳥唱歌也是一樣 小鳥唱歌如果說他學習的對象 他在還沒有開始會唱的時候 他聽到的是一隻真正的鳥 對著他唱歌 他長大以後 他開始唱的時候 他會唱得比較好 那如果說他在這個褚鳥的時候 他聽到的是錄音機 放出來同種類的歌 然後他長大以後 他會唱得比較好 所以這個裡面 當時那些做動物研究的人 就說這裡面一定有一些社會互動的因素在裡面 有一些社會互動的因素在裡面 就不管是眼神或是什麼東西不知道 那動物跟人類都是同樣的 所以從這裡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一些所謂的人的這種特色 以及他們的感覺知覺的能力 他們是會隨著文化的不同而留守不同 而這些不同有可能 跟這個他獲得的經驗 跟他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也會不會在一起 他還會說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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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做一個結束 謝謝 謝謝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先請人們講到現在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我們第二期的增見計畫 我們非常強調就是說 這個本土或者是台灣的社會文化 對於這個認知的影響 然後這些東西怎麼樣反映在腦部運作上面 我們沒有一定要求說 你就是要發現腦部運作不一樣 事實上如果在行為上面不一樣 但是它腦部有共同的機制 這個也無法 那這個是我們第二期增見的重點 應該是已經快要結束了 然後我們有幾個重要的主題 我就用嘴巴講好了 因為看投影片也是一樣 就是說第一個主題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看個別的性格對於這個認知運作的影響 因為我們常常說這個認知有它的風格在 那每個人又不同 那這個跟性格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主要是希望就是說 把這個性格心理學裡面的研究跟認知的研究 做某種程度的整合 然後能夠知道個人的特色怎麼樣去影響 這個它的認知運作 那這一點其實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我們很希望大家對於這個東西的認識 我們能夠把這個文化的氛圍 還有這個社會的特色放在裡面去 因為在檢視過去投過來的計畫 有些是已經被通過的 往往大家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沒有把這個文化的特色放在心上 譬如說有些人研究性格 他的測量指標還是Big Five 還是用那個西方的問卷 但是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華人的性格它有一些特色 過去譬如說楊博書或是黃光國 還有一些人格社會心理學家 他們就已經發現 就是說華人的社會裡面 他的性格的就是說 可以分成七項而不是五項 那事實上不同的文化也不見得 就是說Big Five 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一點 但是不見得每一個文化都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那另外一個第二個主題 就是說有關於社會文化的氛圍 跟這個心智運作的這個影響 那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就是個人特質它的相關 那這個是性格的研究 那第二個是社會運作 它的這個蠻蠻機制 那這個是屬於這個 有關於社會的研究 然後第三個我們是希望 把性格跟社會兩個整合起來 然後看看就是說社會情境 個人特質 他們兩個的interaction 怎麼樣跟心智運作互動 然後最後一個我們是希望看到這個 整個事情的發展 就是說在嬰兒時期 然後兒童時期 新少年時期 或是成人甚至老化的這個階段 那怎麼樣這些東西呢 能夠就是說被改變 那這個是第二期 這個增添計畫的一些重點議題 那大家可以放在心上去考量 那當然裡面有更詳細的東西 那這些更詳細的東西 其實就是說 在它的增添計畫裡面 會寫得比這個更清楚 那第二期的這個計畫的徵求 當時科技部的人民是 相當的堅持說 第二期一定都必須是要整合型計畫 不能夠接受這個個別型計畫 所以在第一年跟第二年的這個計畫的徵求裡面 這個大家就規定是要整合型計畫 同時可以做MEG的研究 因為當時MEG已經設置好了 那這個 但是當時科技部也考慮到一件事情 就整合型計畫一共至少要有三個計畫通過 才叫做整合型計畫 萬一你提出來四個計畫 整合成一個大計畫 如果說你有兩個通不過 那你剩下兩個 那這兩個不是就是說 陪著就沒有機會 所以它特別放寬就是說 如果你幾個子計畫裡面 有些不通過 然後不通過的數目 使得你沒有辦法 形成一個整合型計畫 那那些剩下來的 可以做這個個別型計畫 也就是說那個個別型計畫 不是提出來的時候是個別型 提出來的時候還是整合型 那但是呢 如果萬一整合型過不了的話 那至少那些被認為通過的那個 可以 就是說去繼續執行 那另外一個 這個是大家都放在心上 然後希望它改變 但是它目前還沒有要改變的意思 最高每個人只能有兩件計畫 你不能超過兩件計畫 你沒有辦法超過兩件計畫 那但是這個老影像計畫 你不受排名的影響 你並不需要說 你的第一件計畫 必須要在你的學問裡面 是前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二十 你才被容許做第二件計畫 所以這個第二件計畫 你不受你第一件計畫的 那肯定認識影響 就是說你只要過就是過了 然後呢 科技部還是繼續強調 就是說每一個計畫都很歡迎 就是說你去邀請一些 老影像的專家 或者是神經系統的專家 作為你的子計畫 或者是你的整個總計畫的 這個共同組織人 或是協同研究人員 那希望能夠透過這樣 能夠結合不同領域的人才 那為這個人文社會科學 他能夠形成一些跨領域的團隊 然後呢 但是裡面研究的主題 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主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二期的計畫 到現在已經進行了兩年 然後我稍微就是說 像這個負責的這個承辦小姐 拿了一些資料 做了一些很簡單的這個描述 那第二期到現在兩年 一共核准了五十六件計畫 那整合型計畫 因為規定就是整合型計畫 一共有十組 然後一共有三十二件 那第一年有十七件 第二年是十五件 那各名型計畫 一共是二十四件 這些就是說 原來提出來的是整合型計畫 但是就是說 沒有符合整合型計畫 必須要三件通過的原則 那剩下來 被認為可以通過的 就讓他做了 那一年期的計畫 還是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幾 然後兩年期的計畫 一半以上 三年期的計畫 那百分之十六 那核准計畫呢 裡面心理學的人還是最多 那其他的有百分之十五 那其他的是工程背景 跟生意背景的人 那補助的這些題目 那我稍微統計了一下 這五十六件計畫 這個他分配的這個頻率 老化最多 就是說非常非常喜歡做老化 那音樂跟藝術 那第二屆的成果報告 去年在成大跟台灣心理學會 那第二屆的成果報告 去年在成大跟台灣心理學會 一起來舉行 好 那第二屆的成果報告 那現在馬上要面對的 就是說大家最關心的 這個第二期的第三年的計畫 因為還剩下一年 那至於這第三年的計畫 徵求完了以後 會不會有第三期 我們現在不知道 但是我們建議是希望它要用 那這第三年 依然鼓勵整合型計畫 但是呢 開放個別型計畫 那因為鑑於過去通過的這個 個別型計畫 有相當的比例 所以呢 這個他應該是會開放 最近就應該會公佈 那計畫不通過的人 我們稍微解釋了一下 大部分是那個實驗設計 還有這個有關於這個程序 毛影像的這個程序上面 有一些缺失 所以我們強烈建議 如果你本身的領域 是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 那你要提出這樣的計畫的時候 你的研究團隊 一定要有心理學家 因為他們會幫你把實驗設計 你弄得比較符合能夠做這個 老影像的這種狀態 然後你需要老影像專家 那另外 我們在第一期的計畫的時候 那些老影像專家 純粹做technical的東西 我們通常都會support 因為它是可以是個別型計畫 第二期的時候 還是有一些純粹做技術的人參與 但是它是放在整合型計畫裡面 當放在整合型計畫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 這些做technical的人 他必須要提出來說 他用了這樣的技術 可以使得某些過去難以解決的 什麼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議題 能夠迎刃而解 能夠帶來新的效益 或是產生新的證據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做社會互動 過去的社會互動 都是virtual的社會互動 我假設你 有某一個給你放一個電腦的影片 或是怎麼樣 那個不是真正的社會互動 那如果說 你能夠發展出一個方法 能夠讓兩部的MRI 可以一起同時掃描 然後兩個真正的人在那邊玩game 那這個很可能 它就會是一個很好的技術方法 讓人文社會科學的人 可以真正研究 在real time的時候的社會互動 還有 我們也發現有一些生意領域的學者 我不知道再做有沒有 那對於老理項功能 他做的東西 完全是純粹結構 或者是功能 根本跟心智運作沒有關係 那譬如說 他去探討某一個老組織 隨著這個年齡的退化 他怎麼樣 就是說degeneration 這些東西 這個我們就認為說 他並沒有扣住這個 心智運作的這個主題 所以當你要提出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慮到你的變相裡面 必須有一個是跟人文社會科學有關係的 那這個跟本土文化的這個議題的結合 我們認為還有待加強 因為大家的思考架構 比較喜歡用現場的理論 那這個無可厚非 但是你必須要了解到 就是說 某些東西如果說 已經有當地的這個資料的話 那你必須要盡量引用到 就是說當地的資料 那這個是我剛剛已經講過 這個我就不準備講 那大家會覺得就是說 哇!這樣的話 你必須要跟社會文化有關係 你必須要跟個人特質有關係 那你豈不是把這個題目都綁死了 你讓一些不做 不是研究這種東西 本身的人很難就說加入 但是我是覺得這樣 你可以把這個時空外在環境 就是說這個社會文化的氛圍 還有你身體的內在特質 這種基因、特性這些東西 你看成兩個是可以去modulate 或者是modulate 這個身體腦部表征的一些變相 然後你要做的 比如說你原來做語言 你原來做視覺 或是你原來做其他的東西 那你量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你還是可以繼續做這些東西 只是你在做這些東西的反應的時候 你稍微把這個社會文化的這個氛圍 以及這個個人特質的這種特性 你把它考量進來 你加入這樣的變相 那我想你在規劃你的研究的時候 就應該會比較能夠符合這個政見計畫的要求 因為我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mission 就是不希望台灣做出來的這些老影像的研究 沒有它的特色 那我們希望人家慢慢的知道 我要看某一方面的研究 我覺得我必須要在意 就是說台灣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那這個我記得 這個連用文老師曾經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心理學裡面有很多題目 我只講心理學 當然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文社會科學 是不是也是這樣 他說心理學裡面有很多的題目 他說那個漩渦 是外國人都已經弄好的 那些外國人永遠在中心那邊轉 然後我們加進去 我們就在漩渦的很外圍 就跟著他們一起轉 我們永遠轉不到核心裡面去 因為核心永遠就說被他們贊助 他說我們如果說要真正能夠顯示出來特色 我們必須要自己去製造一個漩渦 那個漩渦我們才有可能就是說 表現我們自己的這個特徵 好 又倒掉 我怎麼會連盪兩部電腦 好 這個應該已經可以結束 好 所以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你原來的研究 你原來做什麼東西 因為這個範圍包含得非常廣泛 然後你就把這個社會文化的氛圍跟個人特質特性 這些東西考量進來 那我相信就是說你在寫計畫的時候 你就比較能夠掌握到這個第二期的這個要求 那至於說會不會有第三期我們不知道 然後今年七月會提出來的應該就是第二期的最後一年 所以大家現在是四月底 然後大家還有就是說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可以去準備可以去行政 那我想這個人設中心能夠辦這個圓桌會議 就是希望幫大家媒合 然後某些人他們可以彼此認識 那甚至透過不同的中心找到就是說 這個互相就是說有共同興趣的人 然後可以形成一個團隊 那我想 那這個就是真的是最後一章 我們就希望透過這個brain image 把mine跟brain連接起來 好 那我就停在這邊 那下面就是說是開放大家可以來問問題 那有的問題我能夠回答的 我就盡量回答 我不能回答的 我就refer給那些可以回答的 那因為這邊在座有蠻多專家都做在這邊 OK 好 謝謝大家